李女士的父亲在湖南做粮油生意 说是几年前有人欠了货款没付 就想通过诉讼来解决 通过一位老乡介绍 李女士找到了一位温先生 对方是浙江有律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双方签下了这份法律顾问VIP服务合同 说是可以享受法律在线咨询 合同审核 定制 诉讼规划 发律失函 诉讼文书代写等服务 李女士交了5000块钱服务费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书写文书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我们比如说问不知道怎么去立案 然后包括怎么样在线上提交 然后都是他们交我们的 李女士说 上个月案子在湖南的法院开庭 有律公司的人员没有出庭 根据这份民事裁定书 法院认为 李女士的父亲办了营业执照 应该以营业执照上的字号 也就是注册名称为当事人 而不是以李女士的父亲为当事人 另外 几项诉讼请求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应该分别提起诉讼 最后法院驳回了李女士父亲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退还 财产保全申请费900多元 由李女士的父亲承担 欠款的话是2015年发生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呢 是2021年去注册的 那么其实之前还是个人和店铺之间的这个关系 开庭的时候 那已经出现这个结果了 我给他讲了 他如果是有专业的判断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就已经就可以挽回了 那当时他们并不 他们 他就跟我说 他说 那你就按法官的讲 怎么挽回啊 就是我们的 其实当时如果能够提出来 跟法官提出来说 我们的这个欠款是2015年的 主体没错 那法官就可以判了呀 李女士说 现在他们已经提起了上诉 但已经不想再跟浙江有律公司合作了 之前提出退款 对方没有答应 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非常的不专业 然后呢 当时我在开庭之前呢 才发现他们本身就没有 这个资质去做几件事情的 什么资质 我们签的是法律顾问VIP合同嘛 那么他们其实又不是律所 然后呢 我当时也问了那个温先生 他说他自己也不是律师 然后那这么样一来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相信 他在后续能够给到我一个专业的服务 我们是可以帮任何人去起草诉状 或者说是提供相对应的法务的咨询服务 但是你是法律顾问服务 你们法律顾问的话 他是一定要有律师资格证的 是这样子的 现在呢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新法律人啊 什么有一个中国新法律服务什么 什么反正这个意思啊 全民讲不来的 对 那么他主要就表明说任何人 他都可以去给提供相对应的咨询服务 或者说起草一些比如说是像您的这个书状的问题 如果说他以律师身份 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啊 签订顾问合同呢 那必须要有律师职业证的 如果是仅仅是一个咨询公司 给你签一个什么顾问合同 给你提供法律方面的顾问啊 这个是有很多人这么干的 没有严格规定说要有律师证的 李女士介绍 他的合同是在杭州渔航一个小区 跟浙江有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先生签的 找到这里温先生没出面 而是这位张先生来到楼下进行回应 记者查询发现 浙江有律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曾经两次变更企业名称 2022年7月之前 这家企业的名称叫杭州不范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你们之前做餐饮吗 我之前不是跟温先生在一起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 我是今年 那温先生之前是做餐饮的 那我可以这样说吗 他有可能是做餐饮的 但是我不能说他比如说是做其他什么的 对不对 有可能是他这个公司住在这里 但是也因为可能经营的问题 那么也从事了其他行业 但是是没有注销 比如说某个人他以前是做设计开发的 但是可能被裁员了 那可能送外卖也有可能 那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不说资质那知识要应该拥有的 对不对 对对对我今天说有道理 对对那那所以温先生他之前有过这方面的从业经营吗 据我了解应该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我是19年10月份吧 就开始从事法律行业 之前就是我方不方便问一下 就是在学校学的是什么呢 关于那份诉状上的诉讼主体问题 李女士现场也跟这位张先生进行了交流 法官他是这么跟您讲的 那法官他的那个出发点 肯定也是跟着国家的法条来的吧 但最后法官他不认这个 不是说法官不认课 而是当时他也没有说这个营业指导的事情 那么 您这样吧 您这样 因为这个法条确实他很长很专业 我也背不出来想不出来 对不对 您给我看我也无法去立马给您一个回复 您这样子好的 您就直接告诉我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退款 李女士说 根据合同 如果他这一方最终没拿到欠款 有率公司得退还50%的服务费 张先生则表示 李女士的诉讼流程还没有结束 最后他表示会反馈给公司 过两天答复李女士 要不要八黄金眼记住报道